盘点游戏中的冷知识第一个 小伙伴们我们都知道 在新版本想去其他世界必须要用到传送舱 但是在老版本想去地狱必须要做传送门 但是老版本传送门必须要激活才能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 下面四个道具哪一个才能激活传送门呢 三秒后公布答案 正确答案是 B点火时 要是没有点火时传送门是无法开启的 第二个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是老版本的蜘蛛 跟我们现在的蜘蛛不太一样 它长着两只眼睛 那么问题来了 下面四个名字哪一个是它的名字呢 三秒后公布答案 正确答案是 哎 大眼珠 有多少小伙伴猜对了呢 第三个 在老版本中有两种西瓜 分别是普通西瓜和黄金西瓜 那么问题来了 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赶紧开动脑筋想一想 它们的区别就是普通西瓜能恢复一格饥饿度 而黄金西瓜能恢复两格饥饿度 盘点游戏的冷知识第一个 小伙伴你们看 面前有远古黑龙 虚空幻影 远古巨人 与蛇神 它们都是迷你世界非常厉害的怪物 随便打哪一个都非常费力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哪一个怪物血量最高呢 三秒后公布答案 正确答案是虚空幻影 足足有5000滴血 第二个 小伙伴们 今天我发现 新版本更新以后 激光发生了改变 以前不管什么物体都能被轻松穿透 但是现在的激光没法穿透物体了 那么问题来了 站在方块后面会受到伤害吗 三秒后公布答案 正确答案是会 虽然没有穿透 但是站在后面同样会受伤 第三个 小伙伴们 你们看 这是现在迷你世界的床 名叫睡袋 那么问题来了 原来的床叫什么名字呢